司法院内网传阅主机今年3月初发生骇客入侵 经过一周清查病毒感染情况确认并控制住 司法院资讯处发布新闻稿指出 遭植入病毒有二组 15只城市受感染电脑数目243台 约90%为XP型电脑 其余14%是Windows2003型电脑 受入侵法院总数是29个法院 线上未查处有入侵裁判书系统 篡改裁判书情形 司法院资讯处新闻稿指出 今年3月7日晚间8点半 治安厂商向司法院资讯处通报 本院内网传阅主机遭骇客入侵 并下载骇客工具攻击台北地院公文主机 该传阅主机于当晚随机关机 并使用防火枪等资安设备阻断连线 隔天8日上午 金子安顾问协助监视 发现台南地院电脑教室 XP型电脑 今年1月11日公集司法院 传阅主机并安装恶异程式 台南地院电脑 在去年12月27日遭骇客从国外 IP目前仅支来自巴基斯坦账户 入侵成功 持入临时插电脑病毒 该病毒为新型病毒 事后分析查证 司法院单一登入系统 提供所属各机关同人身份验证 账号密码 遗糟害刻意该电脑病毒入侵窃取 高雄地院指出 雄院被感染的电脑都是比较旧 XP系统电脑 清单中没有法官电脑 受影响电脑在3月20日前处理完毕 因此因没有判决遭篡改 有法官说最近网络怪怪 上周四 吴有陆续回报 发现网络好像有故障 连接进不去 今天才知道原来遭骇客入侵 司法院再次确认受感染范围 封锁杀处已发现病毒 全面更新账号密码 使骇客不能再入侵电脑系统 高雄地院高雄地点外观 多报器资料照分享